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豌豆夹造型小馒头 因为最近这个造型还蛮火的 然后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其实我已经做了两遍了 第一遍是因为倒不是自己没做成功 而是因为就是我的叫不失效了 所以没办法没发起来 然后我就又做了一遍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我们加入400克的面粉 然后我们再加入15克的白糖 然后我们再加入5克的盐 我一般喜欢用这个铲子翻拌一下面粉 然后我们再加入7克的酵母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平常是种馒头的话 是用温开水来化开这个酵母嘛 但这次我们做造型馒头的话 是一定要用凉开水来化开这个酵母 是为了给我们这个造型馒头呢 盈出一点点的时间吧 因为我用了这个酵母 它不是速溶酵母 它会沉入这个下面嘛 所以我就要用这个手动蛋抽 给它搅拌一下 你能看到这个酵母 它其实就真的是一点都不速溶 然后你就开始进行揉面这个过程 其实我平常就是做馒头啊 还有做面 反正做面是我一般是不用手揉的 因为我买了一个机器嘛 所以呢我就是基本上我都是用机器来揉面 但是我们做视频的话 就是我还是 就是手揉吧 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的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我揉面的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我喜欢水不是一次性加入的 我是一点点的加入 这个面团的柔软程度 你是能感受出来的 所以呢我就喜欢用自己手揉 然后你现在就看到我们加入了20毫升的油 加油的话其实是这样子 它其实跟做面包也是一个原理的 就是你加入这个油的话 会让这个面团能更加的柔软 而且表皮会非常的光滑 你能看出来我这个面团 其实含水量并不是很高 它其实是很硬挺的 我们做造型版的话 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做的就是特别的柔软 因为你在争执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其实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造型 有可能你之前是一个刺猬 后面就变成了一个老鼠了 然后醒发1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拿出来就把这个白泡泡的面团分成两节 然后你会看到就是有一节 它不是那个粗糙的面吗 那你就往里头窝 然后反正就是让这个面团一定要是光滑起来的 然后另一个面团你就用保鲜膜给盖入 因为我们这个面团含水量本身就不高嘛 所以不能让它的表皮太过于干硬 然后我们加入就是这个绿色的食用色素 因为我之前就是做那个视频的时候是 加的是那个那叫什么抹茶粉 然后那个抹茶粉做出来的那个颜色呢 其实是非常深绿色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有一定的抹茶味道 如果有一些就是人不太接受抹茶的话 我估计不太喜欢这种馒头的 所以我最后想了想还是用这个绿色食用色素 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我买不到这个菠菜 所以没办法最后选择这个 然后你就分成一个一个小剂子 在这里面我们要说明一下 就是你擀这个面片的话 千万不要像这就是我们擀 包子皮饺子皮 皮薄肉馅多 不是这样子它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皮是一定要有一定厚度的 需要有三毫米吧 差不多 然后你就是做这个白色的小豆子 这个小豆子的话 你就是做一个面皮 你就是揪出三个小豆子来做 因为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可以能控制住这个 怎么讲 这个豆子的大小嘛 然后后面你就能看出来 其实就是跟包饺子一样 就这样子把它封口就行了 然后你能看出来 我其实做了挺多这个小馒头的 但其实那个白色面团 它还流出来很多 然后后来我就剩下 我就蒸成馒头了 然后呢你就烧一锅热水 不用烧开 就是有一定热气就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蒸笼放在上面 让它进行一个就是发酵 然后我们就再蒸15分钟 好了 这个就是白白胖胖的 豌豆夹小馒头 我做这个视频好像是从 上午一直做到下午吧 然后你就特别期待我姑娘回来 但是后面好像不太近人意 反正你们看吧 不吃 你确定不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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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